大家好,我是美丽 今天在大凉山学压村这里睡帐篷 昨天晚上被水淹了 看一下我的帐篷这么巧 刚好搭的中间就搭了那个水给你 因为这边排水没弄好 刚好水排不出去,就中间就进去了 看一下里面,全是水 昨天半月周水里面泡出来的 然后衣服啥全都湿了 现在就穿着湿的衣服 看这里面,这个睡带就变惨了 完全是湿完了 然后现在收拾帐篷,准备下山了 今天下雨不知道下山好不好下 美丽经常在外面睡帐篷啊 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大的水进帐篷 这是第一次 美丽这个睡带啊,还进水了 然后还有淋水 但是下了大雨 大叔他们昨天晚上睡在那个台子上面的下水 他们下雨他们就搬走了 然后我们这个很奇怪的 他那个水具呢是在中间 中间那个堂,然后没排出去 然后就睡了一晚上水里 这是他们那个太阳冷板 昨天晚上是停电的 但太阳冷板上面弄了一点电 他们以前没有电的时候都用那个太阳冷板 这个两年没住了 这个挖房的话肯定是会漏雨的 现在已经帐篷收拾好了 今天背下去的话这个帐篷睡袋都重了 约湿了,重了好几斤 这个帐篷背下去有点麻烦 然后从这个梯子走过去 从那个梯子下去 他们都喜欢睡在房顶上 很神奇啊,这种习惯 每次爬这个梯子都好害怕哟 你看,这个感觉又不结实 下雨的话一滑 这个掉下去就惨了 下雨的时候走这个梯子 好恐怖 给你看一下大暑假的环境啊 昨天我在这里睡了一晚上 哇,这杯子又潮又脏 美丽昨天晚上帐篷下大雨了 漏了好多雨 后来在大叔家接他们的住宿 然后他们其实也是漏雨的啊 这个盆子啊,都是接雨的 地上也是漏雨了 有个小孩睡对面 他说床上也漏湿了 大叔睡里面 他们这边是停电了 然后因为刮风下雨都会停电 这个是太阳门的 第一次睡了这么差的条件的住宿啊 两年了没回来 这杯子又潮又不舒服 但至少挡雨了 总比在帐篷里面淋着雨墙啊 房间我发现了六七个盆都在接雨 这是一个太阳能蓄电池 他们外面有一个太阳能板 然后发了电 然后存在这里 因为以前的话 这边是没有通电的 都是靠太阳能板供电的 虽然都是用上电了 但是这边刮风下雨的话 就会马上停电 大叔给我烧火 把昨天没吃碗的菜热一下 今天吃完下山了 留下他们继续在这里生活了